大家好 我今天想講一個簡單的見證 我代表我們的弟兄姊妹上來這裡講 我們最近在服侍一位弟兄 那位弟兄情緒病 很久很深 周圍看醫生 周圍找人幫忙 但好像不太有果效 她的情緒病狀況是近期已經說想死 她上班時很辛苦 各樣 多謝弟兄姊妹的服侍 一直鼓勵她為她代討 她掙扎了一段時間 家人也很辛苦 因為她很負面 感謝主,我們在討論後 經歷了一段時間 有一天,神就發聲 我們感覺到神跟我們說 CB23篇 你給她吧 一天三餐 一天三餐 大聲宣告 CB23篇 麻煩PA打個CB23篇出來 我們就跟她說 弟兄,不要氣餒 你現在是CB23篇 你大聲,很大聲 在你工作的地方 因為她經常聽到一些負面的聲音 然後她押著她 我說在你的環境裡 你找個位子 大聲地去宣告 去宣讀這個詩篇 一天三次 她很乖 她真的嘗試 連續宣告兩天 第二天她就找我們 她說 我為什麼宣告之後 我很痛 她說她很痛 又說她很辛苦 我們不太明白她說什麼 我們就鼓勵她 那你要繼續宣告 現在要加碼 五次 然後她很乖 她說五次 過了一個星期 我們問她 怎樣 好了很多 然後問她太太 你覺得怎樣 真的好了 謝謝主 謝謝弟兄姐妹一切代討 那位弟兄 現在我們不用叫她 她自己就宣讀 宣讀完台 我們已經宣告完了 那你繼續吧 謝謝主 所以我今天上來 想和大家分享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果效的 Amen 多謝耶穌榮耀歸比主